那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日免也必须流动的 Ujian Parker 他列了两个很简单的公式 这个第一个公式就是 好了既然日免是禁止的 那也就是说 它有个重力对吧 那重力必须跟这个压强梯度力 要平衡掉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公式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你们可以去推导 假设是球对称的 那假设一个薄层 在半年压的地方 上下的压强差 就提供了抵消重力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就是 Chapman他提到的这个热传岛 这个方程 那这两个方程很简单 用你们现在的知识 足够来解出来 可以解出温度分布 这就是Chapman解出来的 随着半斤是负的 这个七分之二次方 那压强也可以解出来 好温度有了 压强有了 密度就有了对吧 根据状态方程 P等于RowRT 密度就可以算出来 而这一点是 Chapman没有做的 那他做了 结果得的结果 这个密度Row 你不写表达是 你还觉得无所谓 一写出来 就会大吃一惊 这个解出来的密度的分布 是当这个半斤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 密度趋于无穷大 也就是往外的话 这个日缅的密度 趋于无穷大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那这个妙论 这个阳妙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你这个日缅是禁止的 这个假设是不对的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在这个1958年的文章里就提出来 说这个日缅不能是禁止的 是往外流动 膨胀 那产生太阳风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我简单地从物理上来理解 这个图像就是 因为日缅啊 它有一某种机制 加热到了很高的温度 100万度 对吧 以至于那么高的温度 它就要膨胀 它的这个压强 跟这个心肌介质的这个低压 有个压强差 足以抵抗住这个太阳的引力了 对吧 所以它就必须往外流动 所以它就提出来 这个必须有一个太阳风 这样的话呢 它就用你们在大山的时候 会学的方程 流体力学方程组 也就是连续运方程 运动方程 还有状态方程 这个运动方程里面 就它有考虑流动了 但是不随时间变化 它指出了这个太阳风的解 那这个方程有很多解 这速度随于这个半径的这个变化 有1区2区3区4区5区 而唯一的一个合理的 就是由亚因素到超因素的 只有5区这个解 这个是从太阳表面的这个低速度 然后到了这个远处的高速度 它把这个结果呢 就投到这个APJ 叫天体物理杂志 这是天体物理领域是最好的杂志了 然后几个月之后 得到了第一个审稿人的意见 没有别的 就是一句话可能说 作者应该多花些时间到图书馆里去看一看 这个太阳威力辐射的这个文献 然后当然呢 这个主编也很好了 就说不能说一个人不同意就就否定了 所以又送给第二个审稿人 而且是很著名的审稿人 其实第一个是叫 第一个审稿人是Trapman 那然后主编又把这个审稿 这个文稿件给第二个审稿人 著名的 然后结果一样 所以这个就说都不同意 这个主编 主编是谁呢 主编其实就是这个 帕克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 钱德拉赛卡 那钱德拉赛卡就 拿着这个人家审稿人的意见 来他找到帕克办公室说 来你看 说我已经送给这个 两个有名的审稿人了 他们都说你这个文章是错的 你真的想 你真的想发表这篇文章吗 那这个帕克就说 可是他们也没有指出我物理上哪里错 钱德拉赛说 犹豫了几分钟 说好吧 那我给你发表 就这样这篇文章就发表了 所以结论很重要 跟一个主编坐这个办公 同一个办公楼非常重要 当然就是说 这就是他这个博乐被这个 不这个千里码 被这个钱德拉赛卡这个博乐 看中了 那我们经常说 这个千里码常有 而博乐不常有 对吧 而如果你千里码跟博乐 在同一个大楼 这种情况更不常有 它是1958年 这个提出来太阳风这个理论 那第二年 那第二年俄罗斯 前苏联就发射了这个月球卫星 这个Lunic 3 161年发射了这个金星1卫星 然后到这个整个到这个行迹空间 都证明了这个确实证实了太阳风的存在 所以确实证实从太阳往外存在一个非常高速的风 每秒几百公里 所以这种工作就属于非常漂亮 那很多工作呢是也很也很好 但不是那么漂亮 就说别人有一个观测 然后你再提个理论解释了一下 这叫马后炮了 而这个呢是 人家是你没有观测 我从理论出发 从逻辑出发 我可以证明它存在 预言而且后来被证实了 这工作就是漂亮 那如果太阳风往外走 那由于太阳在转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导致于这个整个把这个太阳磁力线 它不是直的 就完成了这个螺线 所以我们把它叫帕克螺线 在地球附近 这个帕克螺线跟这个地球轨道的夹角 大概是45度 整个这个太阳风 一直往外传播 对吧 整个一只船 开始是超音速 整个船 那船只超过了这个 整个八大行星 然后呢到外面 开始降为这个亚音速 这个边界就在这块 由超音速到亚音速的边界 这有一个激波 这个激波就跟你右上角 这个你在水池里放水的话 可以使这个水流快 到了外面水流慢 中间也有个激波 对吧 如果没见过你回去 可以去做一个实验 浪费一点水 可以得到物理直觉 那水要产生一个激波 那最后变成一个亚音速 一直传到这块 叫日球成顶 这是整个太阳风的这个边界 那这块呢 就是跟外面的这个 这个星际介质 压力达到平衡了 这块叫这个日球成顶 而整个太阳 带着整个这些太阳风 这个日球成啊 往外运动 对吧 相对于星际介质 大概有一个20公里 每秒的速度在运动 这时候就会产生 这一个攻击波 所以这块是攻击波 而整个太阳带着我们地球 带着这个太阳风 这个日球成在运动 然后产生一个攻击波 所以在攻击波的这个外面 就是这个星际介质 经过攻击波进入这个这边 然后呢 这个是已经激波化的 这个这块 这个区域是已经激波化的 这个星际介质 然后之后 到了日球成顶里面 才是太阳风的这个结构 所以这是整个这个日球成 Heliosphere的这个结构 那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因为这个帕克提出了这个太阳风 所以1988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 有人就把他推荐 诺质尔物理奖 那而且可能我不知道 是不是 经过了 进入很多轮 甚至到进入了 至少倒数第二轮 那结果他最终还是没有得到 原因是因为1988年 是另外一个人得了 是钱德拉塞卡 他的同事 就那个主编 那个他的伯乐 那即使这样 他后来得了很多奖 那个奖金比诺质奖还高 但是他把钱看得很大 虽然这样 但其实 比如说提出了这个理论 那也得到了证实 但问题并没有结束 比如说 其实这个太阳风 比如说后来的观测 发现 这是 这个像那个风向图一样 风速图 各个方向风的速度 那发现这个太阳风 它有高有低 高速太阳风是700公里每秒左右 甚至750 这个呢 比如说在高尾等等 那到了这个低尾的地方 在赤道附近呢 这个又是低速太阳风 只有350 350公里每秒 所以就说 为什么会有低速太阳风 为什么有高和低的区别 那你要解释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比如说 它以这个日面里有氢 以氢为主 对吧 按数目来算 90%是氢 还有氦 还有重离子 最后发现这个氢的速度 这是实现 下面的实现是氢 是太阳风的主体 它的速度 也就是帕克预言的 这个解出来的速度 但是呢 这个有些重离子 比如说鎂和氧 氧五 那它呢 它的速度比这个氢要快 所以快呢 快正好快多少 快一个当地的阿尔分波速度 而这个又需要解释 且目前没有得到完美的解释 为什么这个 这些重离子 它的这个风速 会比这个质子要快 哎呀 不同的这个 重离子速度也不一样 问题还没有结束 我当初听到这个太阳风 我就在想 那它其实 既然是太阳风往外吹 对吧 那各个地方都应该是 如果拿多普勒 就测多普勒速度 都应该是蓝移 对吧 都因为往外吹嘛 我们看太阳 那就应该蓝移 可是不是 这是多普勒速度 太阳表面的一个地方 多普勒速度图 你发现其实很多地方是红移 这就奇怪了 那为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就导致了 太阳风到底是在什么高度起源的 那在这个北大的图传医院士 在2005年发表一篇 在善事上发表一篇文章 他就提出这种观点 他认为 比如说下面这个是太阳表面 他认为这个太阳风 并不是简单的这个热膨胀 而是由这两个 比如说 由于新的磁场 带着物质浮上来 这两边的磁场浮出来 浮出来跟这个中间的 这个闪盖一样的 这个结构 发生了磁充联 物质的交换 发生了之后 有一部分物质 就像两股水相撞 然后呢 有一部分往上跑 一部分往下跑 对吧 所以往上跑 再形成太阳风 往下跑 就是你看到的 红移 而不是蓝移 这个当然 只是提出一个模型 然后也就是 是否正确 也是需要 大家继续做工作 去证明它 很多工作问题 都有对于 大家将来去探索 好吧 这部分讲到这